我看到 它这个比较不可思议的地方 你看到什么 它的神桌上面居然有出现的破洞 蛤 啊 有这个啊 是这个吗 是旁边这里吗 对对对 这边咧 这边摸一个洞 谁在那边练一样子啊 别一直说 我也是有破洞 吵架 吵架 然后戳它干嘛 不是 我老婆拿手去砸我 拿手去砸你 我闪开 应该我模拟当时它的头应该是在这里 这样很脆的跟它吵架 你瞎了 然后拿过去之后就把它 唉 酒啊 会误事害人 不要酒 好啦 老师它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吵架 破洞它可以拿 就把它补起来 可是神桌这个地方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嗯 那第一个 我们通常神桌基本上来说 尽量不要出现 所以的破洞啊 或者是裂痕啊 第二个你没有发现 它的冷气在吹的时候 正好在夹在神桌的头上 有啊 有啊 你没有发现那边这样 那其实很小妙的阴晶 对 对 可是相对的我们讲 头吹久了以后 人在冷风一直吹久以后 会怎样 才头痛 或偏头痛 所以大恩这个相对的 也会影响家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你稍微再看一下神桌上面的 摆放上的 摆放 摆放 然后我们外行人说 真的不会看 嗯 它有它的主天台 我也有 黑面 嗯 嗯 那个是全天上帝 脚踩灰神 好 那么在明天眼头是五大 这个想摩不要的大神 然后前面还有两个 三个 三个 对 所以它有很多的在上面 可是我们必须这样提到 就是说 我们神基本上来说还是有分 像比如说 就像总统 副总统 做的时候一定是 你说神明也有大小牌 有大小 一定有大小 那这个上面谁先出道 是不是需要的吗 其实你们有发现 基本上来说 小小 三太子来说的话 他就是所有神里头 算是小孩子 最小的 算是比较小的神 所以在比较上面来说 三太子应该他的位阶 应该是要放在比较小的那个位置上 可是他的那个牌子就是一样的高度啊 他怎么放 看起来像那个大小尊心一样 各位朋友要记得哦 中间的这个主神一定是最大 左边叫做大边 就是代表大的方向 所以左手方是第二大 右手边的神是第三大 所以我们始终看到 最右边常见的就是什么 土地公 因为土地公最小 土地公最小 那土地公是三太子 如果土地公跟三太子 还是三太子比较大 是哦 还是比较大 因为三太子他是上面的大神 福德正神 那么福德正神呢 是下面下界的这个所谓的神 所以他会有点差别 所以你知道说那个 这个我们Google Google得到吗 我怕大家有点搞不清楚 那个神的那个态势啊 所以你知道那个宣 宣什么 宣天上帝 宣天上帝是比他 比妈祖大 宣天上帝基本上 像我们一般正常来说 因为后面的这个神坎 放的是妈祖 所以照理来说 他的祖神原本应该需要拜妈祖 但是他拳天上帝就这么大尊啊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后来灾清过来的 对在公司的 所以他拳天上帝是公司的 他家里本来是拜官人的 所以他现在这样等于有点乱掉了 有点乱掉 完全乱掉 好啦你给他一个Final的 要是你你会怎么解决啊 最好的方法 你给他最好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我想应该是 把后面的那个相机换掉 那当然如果是 原本家里就是公关音 那么我们把关音请回来放在中间 那么妈祖本来 他在这里面 比较上面是第二大 应该要放在对的位置上 好把神太子请了 把关音请回来 决定上帝请回公司 妈祖跟神太子对 神太子在这里 好吗 他老师我想说 他时间上的话 什么时候会去移动他们 一般观众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只要这个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选这个清闻的日子 那平常日子呢 只要日子好 跟我们的身上没有充客 那么跟神明拔杯 这个杯只要神明有应允的话 都没有问题 就可以了 可是 那这个拔杯这样放是对的吗 那杯好吧 基本上我们这样讲 杯的放法应该是在神桌的杯子前方 这左右两侧 它已经放不下了 嗯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第二个呢 我们必须提到 那杯下来之后 一般叫做左正右反 嗯 好 的放法是这样 你没有发现它刚好是下反 它刚好是放相反 对 所以是左边正右边反 嗯 所以它应该是要左正右反这样 对对对对 好 OK 那像有客自应该不走的 没有关系 好那就是放在哪里 前面 放在这边到一左移右的位置 等一下 它其实可以移耶 啊不行 你放在中间卡那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放在中间卡那是什么东西 谈加乳 为什么中间又卡一个谈加乳 但是处理事务的时候 供奉拜拜的时候就有点太像 老师那它这样子 那个乳里那个神明很近 所以其实这一尊本来是白的是不是 嗯 哈哈哈哈 就要被轻到变黑了 对啊 这太近了吧 没有 学生上一本来就脸是黑的 但是它基本上这样讲 第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 乳跟他的身体贴太近 我常常讲说 我们如果要烤烤火车要取暖的话 通常乳火要跟我们有一定的距离 你才叫取暖 可是如果贴在你身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会去了 还热 对就会烫 所以第二个呢 你有没有发现 他那个炉基本上是跟他脚边 基本上是跟他脚边是比较整的 所以他那个弹箱锅拿开 对 他真的还刚好是踩在脚那里 所以他就把那个弹箱锅移开就可以了 他现在这个 那这个老师你要帮他放哪里 这又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知道 他要放哪里 那这竹台要放哪里 那这竹台要放哪里 竹台 观众朋友说 因为桌面基本上来说 平常应该要保持干净 在中国古代没有电灯的时候 我们是用蜡烛 可是现在呢 因为你没有发现 我们的竹台灯 为什么都做成尖型的像火焰状 就是代替我们的这个灼火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 平常说 如果你没有点蜡烛 希望把它稍微收起来 第二个把尖的那个部分 转起来收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避免我们好像成名出来 感觉要踢到或踩到的感觉 所以他这一个应用LED灯 这就收起来了 这两个手要就收起来 那这一个是 你如果没有插的时候 先收起来 还有一件事情 他这上面真的很忙 对 超忙 还有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 他跟他妹妹的神做什么不同 我就是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带妹妹的家里的影片 你为什么偷看人家的影片 我就想偷看人家的影片 我就想偷看人家 你不太对劲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太对劲 就是他多了一个这个 对 就是祖先排位也要后面这个这样子 我们一这样讲 如果你看到 中间只有神像 只有两边是这个对联的时候 这种佛桌呢 就是单纯共佛的佛堂的佛桌 所以应该只有拜神明 那么至于这个呢 就是标准 旁边这个地方有一排 这中间这一排 就是拜祖先摆放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一种排列的方式就是 有拜神明跟祖先的一个排列方式 所以如果我要拜祖先排位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自己来就对了 对 所以那 徐大哥你少了一条耶 不是 因为当年 班来的时候 并没有同圈的排位 只有神明而已 哦 有先排位后来加的 那他现在就少一条 后来他是不能拜吗 可是少一条的话 但是要注意 摆放的时候还是 要尽量摆放在两边的中间 不让那个边上切到或压到 你会发现他刚好整个切到压到什么 切到压到在背后这个部分 那这个暗示我们家里的人 在健康方面容易受到影响 牵在祖先排的这一边 对家里的女生上面来说会有影响 所以会对你们家的女生有影响 所以太太的健康方面 健康方面会有比较大的 这几年太太的身体比较不好 要去船啊 还有那个皮肤上有问题啊 好漂亮 客人的太太被病魔缠上身 而影响健康的症状 除了冷气压神桌 还有就是神龛的缝隙 切到祖先排位 既然已经没有地方塞 最好将神龛换成双片式的 以便祭拜神明和祖先哦 而接下来的餐厅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跟妳讲 他在餐厅的时候 你们全家很少坐在那边一起吃饭 对我们都在客厅里面吃饭配电视 因为推到靠墙壁 你就知道已经撒尼西了 再把它说出来吧 全家人才能坐在那边好好吃吃饭 真诚的 谁在你的餐厅上 是羊 因为我本身属羊 所以可以收集这些东西 所以只要有羊的你都会买 对 你只要有羊的你都会买 对 你好容易被试破 对啊 那好像数羊白羊有加分吗 它其实你直接看到它是三个不同的位置 对啊 它有一个两个 两个三个 对 那一个在后面 对对 好像佛地魔 那为什么我一直想到 什么那个 要是迷宫的那一种 那种悬疑感 对啊 那当然基本上 我们想说 不管它用取三羊太太的含义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希望说它放钱啊 能不能这个帮忙招财 我觉得都是OK的啦 其实基本上来说 只要我们不供香不供血 我觉得放有相关含义的东西都是加分 所以它如果只要有咬钱 就 就是 可以放草门口吗 呃 咬钱的话就草门口咬 那如果是背着袋子的 背钱的 就往里头走 好 看出来再拉出来了 然后大家还是要 在深处上的那种感情 就一样 诶 我看你们是都睡哪里啊 哦 红镇 在那边 我房间在那边 没有啊 但是要进他的房间之前 我要稍微提一下 我们的后阳台 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 对不对 但是你仔细看 后阳台围巾甚未解除 谁都不准跑 房门外傻太离谱 儿子重病献上命 你们步一步去的地方 你将要平年升高 想好切大位置 就在不同的座位上 我儿子 老末年啊 新修啊 这六年来就拍了 就是六色音乐 那音乐就差点开那个 城市平台围巾 那么